大家好,今天是6月1日,星期二是6月的第一日 今天港股平开,原地踏步,窄幅上落 恒生指数开始升7点,国企指数跌0.5点 科技指数升37点,阿里巴巴升1.23% 息福最大的蓝筹,零指数升20点 美团升0.75,零指数升10点 相反,建筵银行跌0.63,零指数跌10点 A股跌0.2%,上升综合指数开始跌7点 开始后港股由升转跌,主要是金融股下跌拖累港股 有帮保险跌1%,零指数跌29点 建筵银行跌1.25%,零指数跌20点 平保跌1.54%,零指数跌18点 汇丰跌0.51%,零指数跌12点 星期一急升的那些婴儿股份就个别发展 衍生巷开始仍然升20%,但感恩生值跌3.7% 好孩子跌5.6%,背肯医疗跌3.7% 港股开始后反复,最低层跌116点 但因为美团和阿里巴巴急升令到港股反弹 衡生指数上周收市升124点,国企指数升44点 科技指数升177点,成交816亿元 下周港股升幅扩大,升到300多点 主要都是几个,蓝筹股上升,美团阿里巴巴和腾讯 衡生指数升200多点,再加上澳门博彩股上升 因为澳门5月份的收入比预期好 还有汽车股上升,吉利升2.1% 比夏迪升5.1%,长城升3.2% 运动服装上升,特步升7.8% 李宁升3.3%和首基茨秘固上升 顺义国贺升6%,优太科技升2.5% 收市恒生指数升316点,国企指数升102点 科技指数升201点,成交1,570亿元 科技股领导港股上升